倘美国最终实行负利率,香港亦跟随负息,在市场恐惧情绪下,小传户势大量提取现金,除了放枕头底,还可把资金停泊在什么资产?光大新鸿基财富管理策略师温杰表示,在负利率环境下,黄金最能受惠,银行股仄无运行。 他解释,倘若美国经济形势较预期更差,或会推出负利率,当经济进一步恶化,银行贷款业务最受拖累,即使是高息股,也未必如表面般受惠,因公司能否派息是基于盈利。 需留意业务会否因经济转差而向下,认为负利率不利股市。相对而言,公用股防守性较好,但也要注意,个别香港公用股也有澳洲、英国等地业务,同样会受汇率和当地经济影响。 另一方面,由于其时投资者避险意识上升,本身模式派的黄金最受惠,散户可透过持有实金或黄金ETF交易所买卖基金、投资。 而目前在香港上市最受欢迎的黄金ETF为SPDR金ETF02840,入场费低于7000元。 外币方面,他建议持有美元或有联会挂勾的港元。 美国联储局的无限放水利应利淡美汇,但若美国要用上负利率一招,反映环球经济非常差,其他国家也会大开水喉印银纸。 当全球皆采取极宽松货币政策,会抵消美国负利率对美元的影响。 再者,避险意识高企,资金回流美元,持有美元交其他外币着数。 成大工商管理货情协理主任陈凤祥辞指,躺香港珍的实行负利率,他建议市民将资金投进人民币存款。 虽然近年人民币六得贬幅,但相关存款利率普遍高于两厘,可谓食汇赚息。 至于债券,温洁看好成熟市场投资级别债券,但美国国富券等国债息率较低, 故可同时配置优质环球企业债,高收益债券则不建议持有。 在经济较差的环境下,违约率势上升,对于稳健型投资者。 他建议投资组合可平均分配于黄金、股票、货币和债券上,以较均衡的组合面对不明朗市况。